谋定而后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预测中美关系拜登总统落实四步 以无一落实的可靠性 时效性是制定当前中美对策的前提 实践出真知 预测是对事物的发展和环境变化 内部矛盾运动的趋势 具有敏锐的先见力 洞察力或判断力 并对事实和现象有正确的了解 然后对具体情况做深入的思考 查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断则待 预测是为决策者判断和调整决策服务的 通过科学的依据和各种方案的预测判断决策结果面向未来 提出务实可行的建议和定调的行动 针对中美关系的和解与对抗越来越大的事件 我们究竟要让这个世界向什么方向发展 是对抗还是合作 是和平还是战争 是发展还是衰弱 这是每一位负责任的理性的政治领导人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个臭螺丝打坏一锅汤 进行了 现在已经进行收尾阶段 从这个大家可以的可靠性研究 可靠性分析 做一些可靠性的预测 对中美关系一个可靠性的定位 美台关系一个定位 现在是到了思考和决定的退出机制 这个退出机制 我觉得作为拜登来讲 我给拜登个人提的建议 就是说你从这个团队当中 从个人当中 要吸取自己的历史定位 你在美国 你作为美国的这个总统 民主党的总统 你到八十岁台下 你就算高龄了 将来有些的不是戴琪的印象 或者沙利文的印象 或者是布林肯的印象 他们还会继续 留在美国的政治领导台上 但是你要给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定位 我觉得有个特别的 你要从这里的脱颜而出 拿出你自己最后的 你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就是我给你最后个人意义的建议 私人意义的建议 在这个练人的绑法的基础上面 把这个 不是说一无所获 我觉得那个业人 我们那个很多人 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对业人的评价各有先兇 总的来讲是一个褒贬不一吧 就是那个谁说有鞠躬啊干一干 我看那个葛来尹的评价呢 不免 我觉得这个人是比较了解的 这个人是被台湾收买过的 收买了那个 从灵魂上收买过的 所以对葛来尹呢 我是2007年我就跟他打招了 包括后来我在CSIS呢 做过一个因为接触 这个知人知念 有知信 就像我说呢 你没有实践就没有反应权 我是有亲身体会的 那么他当然他对我也有所了解 所以我也知道我自己 在这个未来在这个 在这个美国这个舞台啊 能有博大的空间 我自己也有 自己也有一个 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初步的评价 那我在给拜登一个推出机制的时候 我自己也在中共呢 推出这个这个历史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要把我的话说出来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就 我们包括这个推出机制 我觉得很重要 包括社会主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国有企业的 在某些领域的那个 推出一个某些市场经济的 这个推出机制 包括我们这个 这个习近平 这个二十大以后 他如果不能够完成台湾 这个这个国家统一 他也应该有一个 准备一个推出机制 所以我就讲到这个问题 事关于大家都有一个 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啊 从哪里来 知道从将来到哪里去 你才能够做出自己对自己呢 一个正确的判断 这个应该经过很多 常常做过很多失败的滋味 那么取得一些教训 我认为啊 你想改变这个整个美国 这个社会对中国的这种 已经形成了这种 形成了一种 这个收集体格陷阱 他这种施压呀 这个已经失败了 封锁呀 打压 这个就像大乙治水的 大乙的故事围堵政策 实际上是必然失败 从 从那个哪儿开始呢 从那个 五十年代 在六十年代开始 这个围堵政策呢 必然会失败 既然会造成很大的事 什么肯尼迪啊 约翰逊啊 这些制定的 阻止这个中国进入 联合国啊 这个过程 这个全过程 我们都 都是经历着 因为我这个人敏感的就是 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因为在中国对台政策方面 我觉得我是 我们这一家人啊 都是非常敏感的 都是看到主国统一的 但是也是对这个中国 这个对台政策的善意呀 或者这个提醒观念啊 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 因为我们感觉呢 因为我们自己身上呢 知乌漏者在雨下 知证师者呢 在朝野 知经物者呢 在诸子 我们就是这个地 就是在 这个乌子漏的这个雨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漏 这个漏的这个房源下 就是在这个这个这个 解放台湾政策又又不搞经济 哪来的解放台湾的事件 或者东方大革命以后 这个阶级斗争以后 又 大革命来说 你不出生产怎么行呢 这个空谈怎么行呢 所以呢 解放思想 这也是我们提出来的 这个呢 这个我就想啊 那个 这个 我一想呢 这个周尔朗 这一代人呢 也是尽心 尽力 尽责 一份责任 至于 这个 为人罗 成事 就是 成事在天 某 某世代的 成事在天 是在人为 各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那同样一个政策 我今天给奥巴马说 给 习近平 给那个 给那个 拜登说 虽然都是民主党 但是跟 跟那个 柯仁正说 效果一样 因为要 这时候我 能不能对症 下药 能不能够 打动 他的心灵 这个 可靠性研究啊 这个之中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这个 说客 这个说的 这个说难呢 就是我们的 含飞者 说 给说服别人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说人 说人 为人为己 要成就别人 也要成就自己 如果你不能够 你 别人不愿意接受你 你再说得多 也听不进去 所以呢 我这几天呢 联系从7月4号到 到今天吧 7月1号到7月4号 是给习近平说话 给中文海说话 那么7月4号到今天 11号 这么多天来 我是给拜登说话 再过几天呢 我就对民主党 对共和党 对共和党 那个 特朗普 提醒我 提醒我的一些对 特朗普和民主党 共和党的一个建议 因为呢 我作为一个 美国的新移民 对吧 那么 对这个国家也是应该 尽心尽力尽责 我作为一个爱国者 既爱中国也爱美国 是爱美国人民 爱美国 帮助美国 这个民主党 共和党 认识这个形式 也帮助 中国共产党的 认识自己理论上的 不完整 还有这个形式上的危害性 仅此而已 你愿意什么样的处罢我 给我喝了什么 反对这个 某某某 这个帽子 我觉得无所谓 这个叫做 不怕的风险 因为我讲 狗立国家生死亿 其因祸乎必须之 这个冥冥而死 不墨而生 我意思呢 要没有这个 大胃的精神 也不敢冒这个险 这个科学 或者这个什么进步 也就打破不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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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花板 我们这个打破这个天花板 正是因为我们积累了 这个丰富的三大事件的经验 那么 那么怎么说 那么今天呢 提出一个 大家觉得这个 这个拜登这个 这个2024 他有希望 我不能说 一万一万大事 你没有希望你不够做 你现在做的都是为了有效 能够能够 2024年继续连任 但是我 我认为呢 现在是 拜登呢 说句课题话 这叫战法 最后一班纲 然后 2024 另批西京 成就自己 成就未来 成就美国 我是这么样想 现在经过你这个 只等着四年 在原来 在特朗普基本上 失败了之后 再失败 再实践 那么现在你应该换一下 换一下那个思考 你把自己 你如果是你换个思考 你如果是我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怎么看待你的领导 我认为你失败 经济上 经济上 国内经济没搞好 实际经济 产业经济 产业经济 制造业什么 全都退化 整个这个 这个 你就是说 你现在给你贷款 不是贷款的问题 贷款是因为你的经济 见识没有 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 你实际经济 没有生气 你自己的将来 那后续的呢 我们看美国的 后续的经济在哪里 经济造学能力在哪里 生产力发展的 这个 依靠那个基础在哪里 你自己不能造学 靠着金融在那 倒来倒进去 这个货币战争 你靠这个不是一个常理 这个不是一个实体经济 是弄虚的 玩虚的 所以你要空心化 美国的经济 经济建设也好 那你们都是吃在 吃老板这个地上 所以所谓的科研呢 也是因为这个军事 因为军事这个 中国这个军事呢 这个在后面有费感 费感这个 形成一种压力 也是为了这个呢 芯片啊 什么这种 它也有所发展 但是现在这个机制 对于这个生产的机制 和激烈的机制 已经 已经现在呢 这个 极力创新机制也好 那个 产业造型 造型 造型 功能也好 再衰 再衰退 因为你的 这个 这个 创新能力啊 虽然有些 像那个马斯克这样的 我觉得是会天才 这样的 把这个 一下子生了好几 生了好几集 这个是天才 但是毕竟要 要 如果要在美国这个生产 马斯克这也想到 这个生产上 因为他 劳动成本啊 这个 人员的数据管理啊 就跟不上 所以在 他选择在中国办法 他如果选择印度办法 我觉得印度办法呢 他会找到 找到很大的 你一旦赚了钱 印度就民主 不给印度赚钱 印度 印度 印度就能挪着 一种活践 中国还是一个 相对比较来说 对 同时呢 对这个 美国人民是比较好 嗯 那么 所以说这个 中国还是一个 在市场的 制造业干 竞争 还是非常有竞争力 作为一个政府的 领导者 政府 政府根本解决问题 就是政府的问题 这个生产力现在 生产力速度下滑呢 也是由于政府 把那个产业政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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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调整好 大政府 这个 这个 由于 由于 中国呢 青春的托克化 资产啊 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加消耗 你虽然把台积电 拉到美国来了 最后台积电 也缘缘于西 他没有市场 也没有造水工人 他 美国的工 美国的工人 又不像台湾的工人 和大卫工人 那样的 那么 那么勤劳肯干的 生产的速度不一样 而美国政府呢 又没有调整自己的 产业工人 那个 一个 工会制度啊 工厂管理的 管理这个 这种不利待遇啊 那这样呢 都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不适应生产力的竞争 这个就使得美国的这个产业啊 实际产业啊 竞争力呢 就下降 那么大落后 那落后呢 就会 衰退 那个 这个 经济问题 微观经济问题 我们一看这个人的精神面目 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我们就知道这个 就看得出来你这个 这个企业的 一个人的表现 从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表现 能看到这一个企业的一个 精神重点 就像是看一个战士 他你经济神 就反映出这个部队的调教统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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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的那個公信力 執法的中和受理 對法律的掌握的中和受理 我們就在看 儘管是有所發展 有所改進 但是很多來講 受理是跟不上的 還再加上個別的那個 股敗 對吧 再加上那個全錢交易 官商勾結 這個事情就構成了我們現在 我們 我 因為我對美國來講 我還不敢說 美國一定會有這樣 從拜登的這個消息 從那個 當中的這個案件 我們就看出拜登這個問題 也在搞階級共產 其實民主黨和共產黨 有很多地方的相似 在意識形態方面 在那個 在這個大政府的這個方面 但是中國呢 比中國共產黨 比拜登嘛 民主黨嘛 一個最大的目的是 就是它重視國內的這個 國內的這個穩定 國內的穩定 國內的生產 產業的這個生命 那麼就 它這段采取一個對策 它用政府這支手 趕於滿足這個市場 滿足這個國民經濟 而拜登呢 沒有這個力量 拜登的就是在市場經濟這方呢 你看 我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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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美國經濟呢 一籌莫掌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準備 要準備退出機制 這個這個退出機制呢 大家講呢 做得越早 越好 這個這個對自己的這個個人的評價 我不說對民主黨 民主黨講了它會 它會東山再起 對吧 共和黨如果 如果你要留下一個正確的單子 一個機制 我昨天說了 你要留下一個里程碑 我們不敢說 這是你整個團隊的里程碑 因為你們團隊 有這麼一個代旗 它是仇恨中國這個體制的 就像特朗普利用那個那個蓬佩奧 蓬佩奧它是搞原來情報系的 它是遏制 它的出身就 它的那個行業的本性 本質 就制定要制裁中國 打壓中國 一直封鎖 壓制 反制 總統罰 它既然是這麼擔任國務卿的角色 它就是需要一個對抗性的一個政策 打壓這個政策 中國這個政策 然後呢 它就需要為這個它的目的 選擇的中國人 因為這種中國人 對中國人來講 它的文化是相通的 它有正面的 有好 君子 小人 閒城都有 對吧 各種呢 各種 中國有各樣的 你選擇的是 林老春 林老春呢 就要為你這個設定的 你這個 打壓中國這個政策 而出謀話策 它是為你這個 你有這個想法 它就會成全你讀 就是你這個想法 好的 我們來講一次 它也請在一起 跟他們做的一 chinese 始終於是讓你做一堆的 你的想法 躁下 你當地做一堆的話 你才不會做一堆的 往日上 當地這個政策 以下呢 大的 感谢观看